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改变 我在网上关注了好多时尚博主 总结来说 一定得是单手抱娃 又美又撒 双手抱娃 家庭主妇 单手抱娃 时尚辣妈 这啥逻辑啊 力量越大 妈妈越辣 那要这么着 我以后上街就把孩子这样举起来 是不是很时尚 我再练练这个 旁边二人都惊了 哇 这个妈妈辣疯了吧 我说 哼 哎 这挺好的 当然了 辣妈只是对一个妈妈最基本的要求 要想成为一个好妈妈 还要无私 奉献 伟大 我有时候看着那些伟大的谋爱故事 都会自我怀疑 我这么平凡 是不是不配当吗 孟母三千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对吧 孟母为了孩子成才 搬了三次家 可是孟母付出了那么多 她被大家记住 也是因为孟子又出席了呀 谁记得孟母全名呀 孟母她都不姓孟 还有 世上只有妈妈好 你知道这首歌 让妈妈骑虎难下 因为一旦孩子对你唱这首歌 就算你再累 也应该满足她的所有要求 我有一次工作完 已经很困了 我女儿拿着手工作也过来 世上 我说宝贝 世上 也不光妈妈好 也可以爸爸好呀 奶奶好也行 我跟你说 都可以比妈妈好 知道了吗 去 找她们去吧 让我最想不通的 就是那些伟大的妈妈 为什么永远都不饿呀 每一次做了好吃的 永远都是 妈不饿 你吃 我也很爱我的孩子 我咋一天饿得贼快 真的 郑个鱼 辛辛苦苦从挑选制作到出国 忙活几个小时 我都快饿死了 但也会把最嫩的一块肉 鲜味给孩子吃 孩子默默唧唧半天 把肉全吐了 就吃进去两根鱼刺 那一刻我都崩溃了 我心想 这还不如让妈妈吃了 我说妈吃饱了 你不听话 还有力气教育 有一次鱼出锅的时候 馋死我了 我一想 反正我娃也浪费 我也吃口嫩的吧 当妈几年净挑刺 但那天没忍住 把鱼吃得遍体鳞伤 我女儿还最后指着问 哎 妈妈 这个鱼的身体呢 我说宝贝 来 妈妈今天要告诉你一个事情 有的鱼呢 它只长头 当妈以后 我的大部分精力 都花在了孩子身上 来录节目这两个月 是我一年中 唯一能放松的时候 我前段时间还跟他们去了一趟酒吧 哇 你们现在年轻人也太会玩了 你知道 我这个井底芝麻真是开眼了 嫂子三十二了 第一次去酒吧呀 大家在躁动的音乐下中 肆无忌惮地蹦呀 脸上的笑容那么灿烂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他们怎么能活得这么快乐 是因为没有家吗 正嗨着呢 我女儿还发来视频 赶紧找个安静的地方去接 说妈妈 你干啥呢 我说宝贝 妈妈加班呢 你跟爸爸早点睡啊 挂掉电话 端起酒杯的那一刻 朋友们 我终于体会到了当爸爸有多快乐 实话说吧 我也不转了 就做一个平凡的妈吧 因为我发现 那些优秀耀眼的人 都有一个叫不上名的妈 但我很幸运 起码你们知道了 我叫布景云 好 谢谢大家 我给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布景云 我挺喜欢布景云这个名字的 听着就很豪爽是吗 我确实是这样的性格 我老公就是我追到手的 也是个帅哥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那是在2009年的秋天 我也没想到刚踏入校园 就一见钟情 他也没想到刚踏入校园 就掉进了我的爱情陷阱 我观察他一段时间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表白的机会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自习后 我一路追随他到了宿舍楼下 得机会一把给他拉到墙角 我说 哎 同学 注意你很久了 愿意跟我谈恋爱吗 我听说很多姐妹说 喜欢看帅哥害羞什么 哎 我不一样 我喜欢看帅哥害怕 我老公当时吓得头都没敢拍 我还没跟人谈过呢 你得让我想一下 我说行呀 就在这儿想 哇塞 哎 怎么 哎 还想走 他说 哎 同学 你抓疼我了 我说疼吗 疼就对了 没疼痛过的 能叫爱情吗 他羞涩的跑开了 又被我追上了 对我不心动 我追到你心跳加速 后来他回到宿舍之后 听说他还给摄友在那儿说呢 他说 哎 我刚才突然被人表白了 我是不是真的要谈恋爱了 说又可激动了 谁呀 啊 哥们 你被谁给表白了 啊 我不知道 哎 那他好看吗 就没敢看 可能当时啊 他觉得我就是一个随便的人 不 我不经意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我是个负责任的女人 我俩是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 真的 结婚找个对的人太重要了 尤其是四姨 四姨一位了 我那个四姨我真是 我的噩梦呀 我真是没想到 我是第一次结婚 她是第一次主持 我的婚礼全程最激动的人就是四姨 婚礼上有一幕 当我老公转身面向我的时候 那个四姨突然一脸认真的问我 新娘 眼前这个男人 你认识吗 回头又问我老公 新郎 还记得你们第一次相遇时的心情吗 对 我老公想了一下说 嗯 害怕 而且一般女儿出嫁的时候 父亲都会特别不舍 眼含热泪地拉起女儿的手 放在女婿的手上说 我把她交给你了 我希望你以后好好爱她 我的婚礼上 我爸拉起我的手说 我把她交给你了 我希望你以后 好好保重呀 到了父女深情相拥那一幕 我爸都没有看我 我爸对着我老公说 要不我抱抱你吧 咋还哭了 这还走着呢呀 我给大家讲了一点我的爱情故事 最后了 其实按理说应该在这上个价值了 但说真的 我觉得价值跟爱情一样 就不能硬上 不能硬上 还是得看缘分朋友们 张俊相信缘分吗 太棒了 没能够败了 厉害厉害 嫂子给你是孽缘呀 但希望大家面对爱情的时候 都勇敢一点吧 谢谢大家 我是不敬云 我第一次说我会有点紧张 谢谢 谢谢 不敬云 大家好 我叫拉红 是一位来自小破站的阿婆主 前段时间上海疫情 我被关了八十多天 然后这八十多天我也没闲着 我在我们楼当了楼掌 对 然后 我是我们小区年纪最小的楼掌 当时楼里那个叔叔就跟我说 哎呀 当楼掌很简单的啦 你只需要负责跟局委会 对接一下消息就好 我说 啊 这么简单 好 那我当 然后我就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 组织大家做核酸 发物资 还要调节邻居之间的矛盾 真的很痛苦 就觉得我说 我不想当楼掌了 然后那个叔叔就出来鼓励我说 年轻人不要轻易放弃 坚持就是胜利 我很看好你的 然后听完那位叔叔的话 我很感动 我真的超感动 我觉得我的邻居们太棒了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局委会是给我们楼都安排了楼掌的 我们楼就是那位叔叔 我就是个接盘的 接了这么大一个楼盘 真的要哭了 我真的有点热 我把我当楼掌的那个经历 拍成了视频 发在了网上 播放量也就一千多万 然后 那个被央视转发了 然后小小的火了一把 像我作为我们小区最年轻的楼掌 我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很潮 像我发通知 我都是用网络用语 什么barbecue了家人们 今天又要做核酸 我第一次发这个消息的时候 群里好几个老外秒回 什么 哪里有烧烤 我真的摔一群家人们 我真的会信 谢谢 后面我们楼很多叔叔阿姨 在我的带领下 也开始用这些网络用语 但我发现他们用归用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 像我们小区解封的那一天 他们给我发了一面锦旗 上面写着 真的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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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当楼掌期间 没事不拍也没关系的 不用紧 没事 不是他有这个 那小区太可爱了 当楼掌期间 我还肩负着 调节楼里居民情绪的责任 比如说他们 就跟我说 楼掌 能不能给我们找些乐子 我说找乐子 有什么比赛业主群 看业主们吵架 更有意思的是呢 我说我们来吵架吧 不笑 没关系 但是这个叫 没有吵起来 没有吵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群里太和谐了 他们说 我们楼是上过央视的楼 要做好模范榜样 然后当时还有个大爷 一愤填膺地在下面 接了一句 对 卷死其他楼 卷死其他楼 但是我用词比较文明 他当时的原话是 对 卷死那帮老不死的 后来这个大爷还跟我私聊 他说他也想当阿婆主 我说 啊 然后他说 他还想当感情类的阿婆主 他说 你别看我一把年纪 我身边从来不缺阿婆 走啊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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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你真是年迈又自信啊 然后 这次不四等 我都没想到 真的 完了完了 总之我真的很庆幸 自己当了楼长 也很庆幸自己是个阿婆主 所以才有机会 把这个经历 拍成视频 分享给大家 年轻人 要多尝试 不要怕吃亏 吃亏 虽然很痛苦 但是也许结果是好的 对 最后就是 感谢我的邻居们 也很感谢当时那位叔叔 我是真的会谢的拉红 谢谢 好样了 这颗太可爱了 这个太可爱了 很可爱 小卢 不能这样 我们先请小姑回到舞台中央 庞博很高兴 刚刚差点跳赶火 庞博躲过一起 老师我特别喜欢你 你站起来我就觉得 丢到了 丢到了 阿婆主 是我呢 我太可爱了 因为你太可爱了 对不起 我没人这样 我们这个 每年推赛 都有很多惨剧 今年的惨剧 好像来得更早一些 小鹿 我生不风生 看来20多岁的年轻人 还是比老人牛巴雅 不不不 小鹿 你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特别专业 我觉得从语感到节奏 但是问题啊 因为我也不懂 我就觉得 这个小妹妹啊 她不按常理出牌 这个接地气这个劲 容易招大家喜欢 她说那个BBQ那个 我觉得我也是会在群里 问哪有烧烤的那种 那BBQ到底是什么 BBQ就是 就是 就是你很伤心 BBQ了家人吗 哎呦 我 我的个老天爷呀 我好伤心呀 这种感觉 这个网络用语 活人说 总是会让人身上 有点疙瘩 对 但她说 你就觉得 她就只能这样说话 对 那就特别 特别的合适 那点是炸了啊 那那个 还是问一下 轩哥吧 因为你这个 小姑没有拍 根据我们的规则 小姑就要告别这个 那个我是真的忘了 对对对 没事 被周勋老师欠个人情 很开心 哎呀 那个 小姑中高板的经验 也用不上了 林总 跟我们说几句吧 很开心来到 脱口游大会这个舞台 非常感谢 脱口游大会 让脱口游在中国 成为了一个行业 让我们喜欢 做这件事情的人 从原来的爱好 能把它变成自己的工作 每个喜欢这个事情 有点天赋 能做这个事情的人 都有晚饭吃 非常感谢 脱口游大会 谢谢小路 明年再见 小路可以去问问周期末 他的复活的经验也很多 对 还有复活的经验 谢谢小路 谢谢小路 太色力了 那个忘了就不能补着吗 因为要公平起见 就是当时拍了就拍了 没拍就没拍 在拉红上台之前 我们都想象不到 小路会输给拉红 因为很明显 小路的技法 和对脱口游的理解 比拉红要成熟太多太多 拉红就是 纯是人有魅力 其实拉红上跟小路的这场对决 更见证了这个舞台 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 没有任何所谓的 谁非得赢非得输 这就是他又残酷 又有魅力的一点 我感觉 希望明年他还可以有机会吧 每年脱口游大会 都有这种情况 我们还是要明确一下 这个规则 当时没拍就没拍了 不然这个人情压力太大了 那结束了 我说 那你咋不拍呢 那你这补一灯 就不像话了 我们为了54组 我们为了公平起见 规则只能如此 而且我要公平地说 虽然小路这样离去 非常的可惜 但仅从这一轮 刚刚的现场表演的气氛 舞台的节奏感 和受欢迎 受观众喜爱的程度来看 拉红 我不敢笑 当之无愧 厉害 马上这期播的 就是500万 500万 600万粉丝了 厉害厉害 没有 受不起 真的 你是乱全打死老师傅 就是那种 你都不知道在这看嘛 然后但是他就是 特别有意思 就是瞎可爱 一顿可爱 把我师傅就给打死了 又特合理 然后就 你就不得不拍 哇 好棒 真的是好 好 后面还有更多的比赛 所有人都关在了上海 上一次 我办巡演 是2020年 有人看过吗 没有 因为也没演 前脚卖票 后脚全球疫情就爆发了 是吧 我现在就在反思 我选择巡演的时机 跟忽然选择股票的时机 是差不多的 我反思一下 不敢选了 我现在呢 我郑重承诺 不轻易办巡演了 好吧 那海外的公司还请我 说预约 三年后可以出来了 到时候疫情肯定结束了 我说快别这么说 忽然也跟我说过 大盘不可能跌破三千点的 一天天有可能 因为我是在上海嘛 基本上所有的演员 也都在上海 不光我一个人没得演 上半年全没得演 是的 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 除了上海的脱口秀演员 还一堆人 就是你们这些坏蛋 是吧 穿到我们办新节目 说呀 想看你们脱口秀演员 私下生活的样子 我们也办了 节目名字起得也很巧妙 怎么办 脱口秀专场 是一个问句 没有答案啊 我们那个节目 一时聚集了 我私人气最旺的 九个脱口秀演员 九大天王 现在 在脱口秀界人称九大淘汰天王 等一会儿新人们也就知道该挑战什么 让我们见证效果天团的团灭 太快了 疫情之后真的 疫情刚开始那年我三十岁 今年三十三 这个人啊 朋友们 过了三十以后 成长的确实是特别的快 这三年我遭遇了疫情 遭遇了离婚 遭遇了忽然 我挺离婚厉害的 我每一天都在问自己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什么时候结束 这都是什么 可以说三十而立 三十三就不获了 人到中年呢 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能确定陪伴你左右的 只有行程版和套牢的股票 都不容易 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呢 是比较喜欢抱怨 爱说 其实上半年 应该大家过的各行各业 过的都各有千秋吧 都不容易 所以今年呢 我们就不再强调 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了 我们今年强调 每个人都能快个五分钟 快个五分钟也不容易了 且笑且珍惜 克服万难 我们终于还是集齐了 这五十四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 他们 也是经过了层层的海选 放心 他们五十四位 不是海选中最优秀的五十四个 他们只是海选中 来自低风险地区的五十四个 太过分了 今天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表演 让挽救一下我们这个行业 让我们这个脱口秀行业 脱离高风险 欢迎各位来到脱口秀大会第五季 调元今年也发生了变化 大局官吴永浩老师呢 不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还完债了吧 他去创业了 他去创业了 所以明年很有可能就又回来了 今年不在 今年不在 介绍一下我们全新的林校园阵容 第一位 周迅 没有人不知道 邀请周迅的过程呢 也是一个很诡异的过程 我跟周迅是在乌镇西剧节认识的 然后两个人相见恨晚 因为他特别喜欢看我们节目 就说要来玩 我说太好了 早就想请你 喝酒很开心 越喝越多 你知道人喝完酒之后 就是我们这种人 喝完酒之后 就不希望这个局散掉 就想还能继续这个快乐 就说那咱们下次在哪儿啊 周迅说我月底在成都 我说我也在成都 他说你去成都干嘛 我说我去成都办个结婚 我约 我说行啊 咱成都约 我说那你去成都干嘛 周迅说我去成都 看马赛克乐队的演出 我说你怎么会听这种音乐呢 非常尴尬 给大家献丑吧 掌声有请我的大道 王建国 大家好 我是建国 大家好 我是李丹 我们是建国和李丹 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朋友 恍如格式啊 我们上次一块讲曼财的时候 你还是单身呢 我现在也是 露脸嘛 提起来干嘛呀 多大能耐似的 我们这些年变化很大呀 那确实是 变化最大的呢 就要跟你汇报一下 郭仔 我会讲曼财 学会了 学会了呀 学会了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曼财就是两个人 一起演一个情境 一问一答 举个例子 比如 我演一个专车司机 我演一个安全带 我跟安全带 怎么一问一答 你得演个人啊 再来 我演一个专车司机 我演司机的女朋友 好恶心啊 你演个男的 你演个男的 再来 我演一个专车司机 我演个男的 你报上瘾了 不是这样的 你这样啊 一问一答就好 我演一个记者 你演一个身家百亿的企业家 行了吧 不许报了 身家百亿不能报记者吗 不能啊 不能啊 我身家百亿 你是一个记者啊 是 那我采访你一下 我今天到这里 你采访我干嘛呀 我采访你啊 反了呀 我采访你啊 李总你好 请问你是怎么 赚到这一百个亿的呢 主要是我的亲朋好友们 烧给我的 你是死了吗 废话 一百个亿上百赚钱 满财呀 不用考虑那么多 我再问一遍啊 李总 你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呢 是我爷爷去世留给我的 那你爷爷为什么这么有钱呀 是我烧给他的 你烧给他 你找到什么玩意儿洗钱呢 不是这样的好吗 不是 你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赚到的 来 我卖车赚的 我一年呢 卖几十亿辆的车 哦 那您是卖什么车呀 豪车啊 豪车 豪车 爸爸的爸爸 这样赢了 为什么有人 这不是摇摇车吗 怎么会有人买这么多这玩意儿啊 我爷爷买啊 现在为什么玩意儿啊 那不还是洗钱吗 我不问这些了 我问问你怎么花钱 你说一个你比较花钱的爱好 花钱 我呢经常要去各大豪华商城啊 门口坐摇摇车 你坐摇摇车能花几个钱呀 坐摇摇车上路 罚单很贵的 那玩意儿能开上路吗 你开他你能去哪啊 去见我爷爷 那你 那你是装死了呀 你知道李总 李总成功人士 咱们得有一点高端的消费 你说一个最花钱的 花钱 我比较喜欢读书 我最近呢尤其喜欢墨烟 读墨烟老师的书很花钱吗 不 我都是请墨烟来当面给我读书 你太没礼貌了 我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获得者 你们有钱人太变态了 那你都请墨烟老师读他的什么书啊 我都是请墨烟读我的书 李爸爸脱口秀公做手票 你对墨烟尊重一点啊 我对墨烟很尊重啊 我都是这么说的 读一段吧 墨烟爷爷 别提爷爷了 老李你发现没有 咱们两个人越来越老了 但是咱们的曼财 越来越幼稚了 为什么 我觉得曼财就挺幼稚 曼财不就这样 我看肉食动物白雪公主什么 这一段比肉食动物强多了 曼财本身就 说什么呢 太帅了 说什么呢 我们在后台憋好久了 大墨 他说他们俩讲得比我们好 老板说的对呀 这个时候没必要装傻了好吗 不是 我觉得确实讲得还不错 是啊 但是呢 应该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两个可以带着他们俩演一段 可以啊 这么老多人 那咋也能谈啊 没事 你俩跟着我就好了 哦 那我们开始吧 你好 我是今天来采访你的 我是记者 我是记者呀 我是记者 四个记者嘛 就我一个记者好吧 你好 我是记者 我是按摩师呀 我是顾客呀 我是隐藏摄像机 这是去暗访了吧 就正常采访 正常采访 好吧 首先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拍一个封面 好啊 来 三二一 砍墙 这是暗访结束以后了吧 我们今天啊 是这样的 我呢 作为记者 采访你们三个成功人士 好吧 来 这是我的名片 怎么把名片嚼了呀 一打有范口袋装 轻巧便携随神方 独立包装 好分享 直接插硬广是吗 不愧是成功人士啊 不是 今天啊 我们是这样的啊 我是准备这个 在家里采访你们 先去我家吧 好的 上车 好 你们俩还没报够吗 不去你家了呀 去我家 去我家 我给你们开门 好啊 好 你到底是不是 你到底是不是一家呀 去李总家 去李总家 密码锁 指纹 还有红膜 高科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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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连门的话 之前那些没必要要了呀 妈开门啊 妈 家里有人啊 家里有人直接开门进去就好了呀 请进 请进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墙来了 都怪你呀 没人告诉我家里还有机关呀 重新来一遍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墙来了 成功了 再来 三 还有啊 第二面 三个人都不一样了 都怪你呀 不是 没人告诉我还有啊 你们教教我好不好 这样 我错了 好不好 我错了 好吧 我们从头来 好吧 从头来 好吧 我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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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们了 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进屋 进个屋 坐下 坐下聊 坐下聊 好不好 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呢 爸爸的爸爸 叫爷爷 够了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来到脱口秀大会 第五季本场是半决赛冲刺赛 有请开场嘉宾刘振云 今天 李淡老师穿这个衣服很有意思 像奇毛驴的库尔班大叔 李淡老师呢 让我到这来 只让我说个笑话 李淡老师是我的前辈 我穷巧是看李淡老师的脱口秀长大的 但是我口齿特别的笨 特别的不会说话 但是呢 李淡老师跟我说 我们可以给你写一个稿子 你来背 这个稿子呢 写得特别好 有好几个地方呢 我都笑插了气 但是 刚才我上场的时候呢 全忘了 所以今天 李淡老师啊 我就不说笑话了 我说个严肃的事情 哲学 哲我 我最喜欢哲学了 哲我 我穷巧呢 是在河南 一个特别小的村庄里长大的 在我们村里 最有见识的人呢 是我舅 他是个赶马车的 他不但去过县城 还去过新乡 新乡是个大城市 在我 快成年的时候 他跟我有一个 路边的对话 他说你知道 自己多大了吗 我说快成年了 考虑过你的 终身大事吗 终身大事 都是娶媳妇 我说 舅 我都快成年了 如果我还不考虑 我不是有病吗 他说 你觉得你聪明吗 我说 舅 我在事事求是 我不聪明 那你觉得你笨吗 我说你看 你问一句 我也能答一句 也不笨 他说 世界上就排你这种人 聪明的人 一辈子能过得很好 笨的人 一辈子也能过得很好 像你这种 既不聪明又不笨的人 处于不上不下 你一个不上不下的人 你觉得自己 能解决自己的 终身大事吗 我说 那也得事事求是 够强 他说 你靠自己不行 那你靠谁呢 我说舅 我只能靠你了 他说 我是一个赶马车的 你把任务压到我身上 我也是压力山大 我说那怎么办呢 只条明路 他说 离开这个地方 这是哲学啊 我说 我要离开家 我会想家 离开家乡 会有乡愁啊 他说 你待在乡里 每天发愁 听我舅的话 我就去当兵了 我当兵那天 第一次去了新乡 第一次见到了火车 在火车喷出的烟雾中 下来成百上千的人 又上去成百上千的人 村里的人我都认识 熟悉 我也厌疑感觉 但是震撼国 带来的震撼性 原来世界还这么大 我们村之外 还有这么多的人 我哭了 带兵的排长啊 就说小刘 你是不是想家了 我无法向排长解释 他们是谁 他们从哪来到哪去 这个哲学问题 我只能说 排长 当兵能吃白魔 我怎么会想家呢 转眼 十几年过去 阴差阳错 我成为一个作者 这个时候 第二个哲学家 指导了我的创作 她就是我妈 我妈不识字 我妈她妈呢 是更不识字 到我这儿呢 开始以文字为生 传承的链条 非常脆弱呀 我妈年轻的时候呢 在镇上供销市 卖过酱油 卖酱油之余 为了学文化 她就去书店找一本书 书店里的书很多 她伸手抓起来的 就是鲁迅的书 我妈文化不高 但学文化的起点不低 当她知道 我跟鲁迅 是同一个行业的时候 她就问我 鲁迅在你们这个行业 算是大个儿的吗 大个儿的就是这个 天花板 我说 是的 许多人奉头为导师 她说 那如果是这样 那你们写作太容易了 我说 此话怎讲呢 母亲 她说你看啊 鲁迅的书我读过 他的文章是这么写的 后院有两棵树 一棵是枣树 另一棵也是枣树 你们的文化水平 跟我妈都差不多了 我妈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亏我不识字 我要识字 我也能写 共销社后院有两口钢 一钢是酱油 另一钢也是酱油 前几年 有一个美国的流行歌手 就是 跟这个大张卫老师 还有这汪老师的话 你们是同行 包不低了呢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得的不是 格莱梅音乐奖 是文学奖 我妈知道之后呢 就问我 为什么得奖的是人家 而不是你 我说妈不好掌控 这得问听呗 我妈说你也有责任 我说妈我有什么责任呢 你当初入行入错了 你不该写作 你应该去唱歌 这个唱歌呢 目前是来不及了 所以我就来了脱口秀大会 来脱口秀大会呢 还有一个好处 可以喝经典有机奶 经典娟山有机奶 选用的是约1%的 珍惜娟山牛 好牛呢 就成就好牛奶 我相信这个话 因为我们村呢 没有这种牛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刘真云 老师好 老师好 欢迎大老师 掌声再次送给哥老师 请坐 请坐 老师你好 老师好 老师好 我们也再次欢迎 大老师 苏工哥哥 谢谢 请坐 真的是我们写的稿子 一点都不想用 多好啊 来这每段艺术人生 让我们感觉到很多 稿子写得太好了 这个我下次再用 太好了 那刘老师就是答应了 下次再来玩 好吧 下次再来玩 下回诺贝尔评奖 说得奖感言 就是那个稿 但是确实刘老师 自己的这一段 充满哲学思考的 严肃的脱口秀演讲 还是很引人深思的 对对 那具体引发了什么深思呢 请苏工哥哥来说一说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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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脱口秀大会 带到了一个 更高的一个高度上 对 多高呢 天花板那么高 对对对 不过刚才这个 刘老师说Bob Dylan 就是他歌词 确实写得非常好 那是 大张伟老师 就是我心中中国的Bob Dylan 你要这么说 真的我就认了 我跟Bob Dylan 就是说Bob Dylan 其实就是说 写得比我好 长得比我帅 人又不错 其实别的就一模一样 我就是说 哈哈哈哈